在上个月的时候我才做了一期视频说你该放弃确LGBT了 磕色才是真正的AI写作神器 没想到这一个月过去 确LGBT前几天的更新直接打我脸了 OpenAI这次的更新不是模型层面的更新 而是产品上的 他们用自己的模型能力 再加上一些稍微有点超出他们平均水平的这种产品能力 打造了一个帮助用户更高效写作和写代码的工具 在正式开始这期视频的教程之前 经过这几天的试用 我先给你提供两个结论 第一 ChairGBT4O with Canvas作为写作工具确实非常的强大 我很建议你好好看我的教程来了解如何使用 而第二就是关于用Canvas写代码的话 我觉得算了吧 它不适合复杂的开发项目的场景 科色依然会是比它好得多的AI写代码的工具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 究竟你应该怎么使用上ChairGBT的Canvas这个能力 首先我们打开ChairGBT的这个界面 我们在左上角来选择模型 你可以在这里选到GPT4O with Canvas这个模型 然后目前的话这个模型是指对ChairGBT Plus用户以及企业付费用户去进行开放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ChairGBT Plus会员的话 又想要进行订阅 你可以跳到视频的最后 我会给你推荐两种比较容易获得ChairGBT Plus会员的方式 其次就是按ChairGBT官方的解释 在选择这个模型之后 ChairGBT会自己理解和判断你是否需要Canvas画布这个模式 就比如说如果你问的一个问题是类似于这个规划一个就我直接选了默认的一个信息 比方说这个对话他就不会去加载这个Canvas的画布 而如果你是让他去写一篇长文或者写一段代码的话 他一般会把它激活 就比方说 因为这是一个文本写作的任务 所以他就会激活这个能力去打开这个Canvas 然后首先这是其中一个激活的方式 但是对于很多就是真正写作的人来说 他不希望就是用一个AI写的东西起步 所以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激活的方式 我重新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你可以非常简单的告诉他 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他 我希望他打开Canvas画布 然后我想跟他一起来写作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受限于 为了让AI给你写点东西 然后你才能开始自己的那个写作旅程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就比方说复制一些东西进来 这个就是我为这期视频写作的一部分脚本内容 然后你发现就是这里首先复制完之后 发现他并不是那个Markdown格式的 就是现在的整个展示非常奇怪 我们可以让他来进行一些调整 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 这里的画布这块的文本展示完全发生了不一样的这种变化 然后现在就是进入到一个正常的这个状态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来介绍Canvas画布的五种编辑的功能 分别是就是右下角这里的建议编辑 调整长度 阅读水平 添加最后的润色以及添加表情 在点击这个建议编辑之后 我们点一下 QHBT会自动就是把自己带录这种出版社编辑的这个角色 为你的文章去提供文本改进的建议 这种改进的话可能是语法类的修正 可能是对一些句子的意见调整 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些标点符号啊 或者说别字的这个改进 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接受他要应用 就是他给你提供的修改建议 就比方说我们试一下点应用 然后你会发现这段文字 他完全帮我重新去撰写了 然后如果我觉得还不错的话 那我就留下他 嗯 然后这里说他显得有点冗长 我们也接受吧 让他来做一个调整 其实你会发现他改完之后 并没有把这个句子改短 但是他把语序和表达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调整 所以这就是一个建议编辑功能 你可以写完文章之后来让TrayLGBT为你提供相应的这个意见 让他作为出版社编辑的角色去帮你提出润色 还有你的文本方面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里其实我们使用的是默认的这个直接点击之后的编辑 但你实际上你可以在左侧的这个文本框提出你更有针对性的编辑的要求 就举个例子 对我让他假设他是一个资深的AI编辑 他在AI方面有更好的能力让他给我提供更专业的编辑意见 然后你会发现这里就提供了更丰富 然后更可能具有专业性的意见 就比方说他觉得就是略高于平均水平的产品能力 这个描述有点含糊 我们点一下应用看他会给我改成什么样 我们利用自己的模型结合经过优化的用户界面和改进的交互功能 打造了一个能帮助用户更高效写作和编写代码的工具 他把对自己的那些不太好的负面评价给去掉了 经过这两天的试用 我总结出以下两点关键结论 OK这个也可以 所以这里就是编辑功能 你既可以选择这里直接点击进行快捷操作 你也可以在左侧这里提出你更专业的要求编辑的这种意见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调整长度 你可以选择调的更长长很多或者更短短很多 他会重新撰写你的内容 我们让他调更长一点点吧 他在调整长度的时候也不会对你的内容结构做一些大的这种变化 而是对于每个模块他可能去帮你补充就是更完整的一些信息 就有可能啰嗦话会有点变多 然后你也可以要求精简 他可能会对部分内容去进行简单的总结 然后这个调整速度是非常丝滑快捷 以及他刚才的这种交互呈现我觉得非常棒 非常厉害 而且这篇文档大概有3000字左右 他现在的这种加工模式 你可以看出他跟chrgbt会不太一样 一般的chrgbt上下文他没法一次性为你提供这么长文档的全部一次性的更改和总结 所以可以认为就是他模型改造之后应该是一块一块对不同的这种章节去进行论色或者调整的 然后还有一个阅读水平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目标受众的差异去调整你写作的内容的难度 当前水平往上一点是高中 所以当前水平难道是常规初中生水平吗 往下是初中幼儿园 甚至没有小学 我们往上一点吧 就大学 然后我们看他内容会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就像刚才看到的就他还会是一个整体结构不变 但是他对于语言去进行了相应的这种润色和用词的这种调整 然后这个也能非常的丝滑的完成 所以这种快捷方式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去做一些对应的调整 我们这里再增加一个添加最后的润色 OK顺色完成 就是他一次可以完成全部的就是两三千字长文的这个处理的工作 我觉得这点还是很惊艳的 并且他的运转速度和交互流程都非常的丝滑 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功能 最后一个功能是添加表情 添加表情这个功能的话 我觉得对于写小红书笔记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他可以让你写出来的东西显得更生动 并且你可以看到关于视频的他就把它调整成视频的emoji 关于写作他就调整成写作的emoji 还有智能的话他这里加一个大脑的这个emoji 所以他emoji的选择的话其实是有逻辑的 你也有可能就不喜欢这次编辑的那个调整 然后你总是可以点击上一个版本就回退到原来的那个状态 然后你这里点击还原此版本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回到原来之前 然后你也可以继续让他进行返回 你返回到更早一些的版本 所以这里是有版本记录以及版本回溯的这个能力 让你写作的那个过程都可以有这种自动化的应用 同时你也不用担心就是他改了之后你就回不去了 然后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五个快捷功能之后也提到了这个版本回退的功能 我觉得真正关键的是就是对于写作的人来说 你有时候没法直接简单的只用这些对你整个文档进行编辑的功能 而你真正想做的是你希望自己去写一些东西 那它的自由度也依然是很高的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文章的那个段落给去掉 然后你可以直接修改这里的内容 你看我这里特意写错了两个字啊 我们让他来进行编辑修改一下看行不行 我们可以直接在文档里进行所有内容的修改 并且我们也可以询问让他对我们特定的文本段落去进行修改 而不是整个全局的修改 OK 然后这里他帮我进行了这一小段文字的修改 所以这种灵活性和精准的这个程度的话 我觉得他完全配得上一个AI智能编辑器这么一个定位和结论 所以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完全去做对应的修改 删除 你看不惯哪一段文字你想把它去掉你想写新的内容 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的 甚至就是比方说在调整长度这一块 我希望他给他举更多的例子 我们可以做对应的要求 这里就提到的就是写摘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压缩内容 在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过展这个论点 以及为不同平台写内容的时候 这个调整长度也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就是你在写东西的时候通过这种方式让AI去给你提供一些基础的材料 基础的想法和建议 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去重新进行编辑 其实都是非常合适 非常优秀的 然后我们再让他帮我们重新撰写 就比方说刚才我们如果想要他调整长度的话 我们只能这么去滑动 就是让他调整为不同的长度 但他调整长度的逻辑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你是可以像刚才我演示的编辑一样 可以在左侧的输入框中去提出更多更丰富的要求 我这里提出了更丰富的要求 我让他调整长度改为一千字以内 并且增加emoji 把文章改得更适合小说家来阅读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现在写出来的那个内容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大体的结构它还是保持的 但是这里emoji它增加了很多 并且明显提到了更多关于写作方面的东西 因为我们告诉他 他的目标受众是小说家整个文章呈现出来的样貌 就跟他原来的有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变化了 所以这里就是TRAGBTCO with canvas的功能演示和一些我自己的思考的一些教学的内容 然后这里之后的话我们再来让他写一下代码 我们来做一个尝试 对我这里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说帮我写一个Chrome插件 功能是帮助用户记录在TRAGBT上所有跟AI对话的内容 并保存到本地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他这里已经给我写了一个东西 然后这里有非常麻烦的几个点 就是首先你看因为一个Chrome插件它往往需要多个不同的文件 然后你看这里他也给我列出了这个文件结构是有不同的 然后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我大概写过不少插件 所以我大概知道怎么做 就文件结构是这样的 所以你需要一个个去新建一个叫manifest.json的文件 然后把这个代码复制进去 然后去新建一个content.js的文件 然后把这些代码复制进去 新建一个background.js把这些内容保存进去 然后popup.html把这些内容写进去 实际能不能运行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要我这么麻烦的去做这个事 而且它很有可能有很多bug的话 我会觉得非常的痛苦 我会觉得自己有点像AI的一个工具人 而且这里也有一些错误 像去hpd.openai.com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现在去hpd的光网已经变成了去hpd.com 所以就是它到时候渲染肯定会出很多 我们感受不到的bug 这些bug怎么修复 你要跟他对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种写代码的问题上 我会更建议使用cursor 我们来看一下我通过command加i的方式去调出composer的功能 然后我们用一个这个非常简单的提示词 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可以看到就是所有代码它都帮我写录完成 并且都保存下来了 所以五个文件它一下就已经写完了 然后只要我回到这里accept all 这些文件就已经新建完成 然后我如果想要去测试的话 也会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们先不说就是写代码质量 因为cursor它接的是 Trilgbt4o1以及cloud3.5sonite这些模型 所以它写代码的能力肯定是不比 就是现在Trilgbt弱的 但是从实际的这个写代码的 场景需求的特点来说 我认为现在GPT4o with Canvas这个模型 它几乎是不可用的 因为就是一个项目通常需要非常多的文件 而且代码的运行 它需要多个文件之间的这个交叉去实现 所以当当就是只用这么一个粗糙的工具 它把所有代码展现在这里 真的完全是不够的 而且它没有办法可视化的呈现 没有办法真正的说去帮我进行bug的修复 以及代码的审查 你要说增加注释这些的话 其实在科色里面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就比方说你是一个新手 你现在完全不知道就是他这里写的这些代码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提一个要求 我们全场之后 可以完全让他去帮我们写注释 让我们理解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而且这个是更可视化 这个编辑的能力是更强的 所以就如果你写代码的话 我完全还是建议你使用科色来进行 然后我的主页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关于科色的教学了 包括写插件 包括写本地的脚本文件 包括这种直接的使用技巧 以及甚至使用科色去开发 就是零基础的情况下去开发一个AI网站 这个AI网站是有自己独立域名 并且是需要用户注册登录的 是一个非常成型的一个网站 所以就是如果你对开发工作感兴趣 我建议你通过这些视频去学科色 最后的话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现在没有hpd的会员的话 我会建议你有两个方式可以去获得会员 一个是我上周跟大家推荐过的这个wild card 你可以通过它去办理一个虚拟的美国的信用卡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以20美金每月的这个成本去进行升级 去给你自己的账号去进行付费 这个平台除了升级去hp之外 它还有很多别的服务 就类似于Midjourney Cloud等AI产品 或者Adobe X Suno 就这些AI产品 以及APP Store 这些你都是可以去使用它来进行支付的 包括科色也可以 就你可以理解为 它其实就是类似于一张信用卡的角色 只是你没有实体卡而已 然后另外的话你需要稍微长个心眼的是 就是它支付这些美国的产品 它都是免线上的手续费的 你只需要付0.35%的这个充值费用就可以了 就比方说这个20美元 你需要付0.7美元的这个支付手续费 用多少充多少 如果你付美国之外的这个产品的话 我记得好像是每笔有0.5或者1美元的那个费用 这个的话就不是特别合适 所以如果你要开Wildcard的这个服务的话 我建议就使用美国的这个充值的服务 就别的地区的话就不是很需要 然后你现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链接和二维码 你只需要就是通过我的这个二维码或者链接去进行注册 只用AIHS这个优惠码 你就可以获得一定开卡费用的前面 然后还有一个更轻松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是这个银河录像局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去购买比较低价的CHPT合租的会员 然后它现在的主要模式就是默认的这个模式是国内镜像的这个直连 它有的优势就是因为合租和很多人共用 所以它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但是你的使用次数这里也提到了会有对应的这种限制 然后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通过这里去用支付宝进行购买 它的优势是就是非常简单快捷 而且你在国内就可以直接访问不需要特殊的这种方式 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适合长周期的使用 你可以试试水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用过去HPT Plus会员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种比较价格低廉的方式去试一试 看自己到底感不感兴趣需不需要 然后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通过Wildcard之类的方式去搞定自己的支付渠道 OK今天就到这拜拜